大家好 我是茉莉芬芳 告诉你一个秘密 宣扬色情 婚外情 小三有礼等谐音信息 会严重损害失业和寿命 有人或许有疑问 见过不少生意做得不错的人 在这方面的行为相当的不规矩 但他们的生意却做得风风火火的 这又如何解释呢 事实是这样的 如果他去年赚了一百万 如果他行为规规矩矩的话 他就能够赚一个亿 这个比喻能明白吗 折算成寿命也是一个道理 事业和寿命的最大的克星 就是宣扬和实践不正当性行为 一个人消耗完了自己的相应的福报 就没有存在这个世界的必要了 这样的例子不深美举 在这里随手简单举几个例子 第一 人气漫画 蜡笔小新的作者 因为在作品中描述了太多意淫的情节 让无数孩子产生意淫 邪淫 让别人因此而消耗了福气 那么 由此产生的所有负面一切 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来 毒害过无数中国世界儿童的动漫 蜡笔小新的原作者 51岁的旧景仪人 在登山石意外死亡 警方认为旧景很可能是跌落至死 第二 被古代列为银书的金平梅 作者 蜡笔小孝生的子孙三代都为亚巴 后代均不成才 平庸低贱 武士后绝世 水浮传的作者施耐安 书中写了许多助长 邪淫偷盗和杀生的情节 毁淫倡导 结果施耐安的儿子 孙子 曾孙生下来 全部都是亚巴 第三 王石甫写的《西香记》描写男子偷情私会的情形 导致许多人见了就起邪私一面 结果书还没完成 作者自己无法克制 咬舌而死 四 唐朝诗人原正 见表妹崔茵茵长得绝世貌美 想娶她为妻 却求婚招聚 竟然奋而写惠真记 需够她表妹和人偷情唱和 毁谤她表妹的明洁 致使崔茵茵蒙够千秋 而且又导致后世的读者 学习偷情私会 结果原者死时不但痛苦万分 而且死后尸体惨遭雷电焚烧的报应 五 花花公子里面的女郎 自杀率和遭遇恨死的比例非常大 高的惊人 尽管让自己的照片登上花花公子杂志的中叶 是大多数模特儿的梦想 但成为花花公子玩伴女郎 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因为许多花花公子玩伴女郎都不得善终 包括安娜在内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至少25名花花公子玩伴女郎 全都意外而死 其中三人死于磨伤 五人死于服药或吸毒过量 四人死于惨烈车祸 十二人死于癌症等疾病 一人死于坠机 外国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六三岛游肌肤 日本作家三岛游肌幼年体弱多病 性格也因而扭曲 对流血场景很感兴趣 并且迷恋上同性男子的美貌 后来他的作品经常描写这两种感觉 又热衷于宣传右翼思想 曾经试图发动政变 失败而颇腹自杀 七 美国文学流派垮掉的一代 鼓吹性乱交同性恋 其几个主要人物皆一年早逝 小说《在路上》的作者 凯鲁雅克四十出头即去世 八 世界童话名著《快乐王子》的作者 奥斯卡·王尔德 幼年时母亲喜欢将他打扮成女孩子 成年后鼓吹唯美主义享乐主义 其文学成就轰动一时 其举止行为 则成为伦敦上流社会 瞩目羡慕的对象 人人争相效仿 但他一者生活过于奢侈 二者鼓吹同性恋 结果服尽获制 陷入诉讼官司 被法庭判两年苦役 从此身败名裂 最后穷途末路 尽靠骗别人甚至亲朋的钱 来维持生活 44岁 孤零零的死在法国 9 据《每日邮报》 2011年2月13日报道 花花公子杂志创始人 修海福娜 位于洛杉矶的花花公子大厦 举办过一次全球性会议后 爆发神秘疾病 75名与会客人被感染 据称当地时间2月3日 一年一度的全球大会 在位于洛杉矶的花花公子大厦举行 700多名宾客参加了这场盛会 可是会议结束 48小时后 多名客人突然病倒 均出现发烧 呼吸困难 以及剧烈头疼等症状 4名参加聚会的瑞典男子 被诊断出患上军团军病 这是一种在空调系统中存在的细菌 引发的传染病 10 同性恋是非常严重的邪淫 段贝山主演西斯莱杰 在影片中的表率行为 由于引发无数观众产生同性恋嫌疑 年仅28岁离奇死亡 拍摄同性恋电影的张国荣自杀身亡 燕心陈宝莲自杀 情色女王AV女佣犯导爱猝死身亡 11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克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山鼻祖 她在自己的著作中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观念 以其所谓的哲学思想鼓吹性解放 可谓抛弃一切离异廉耻 将人等同于动物 后却因为同性恋感染 57岁即死于艾滋病 12 大陆贵州52岁女贪官 传与58名南下属尤染 贵州省前南州援州长钟女 因为涉嫌受贿将近人民币6千万元 近日遭中共开除党籍 并且被法院判处 13年有期徒刑 除了贪污受贿 钟女还被揭发 在任职期间 曾经与多达58名南下属 发生不伦恋与婚外情 有官专家指出 高官多陷于桃色门的漩涡之中 因此大陆将官员私生活纳入 反腐败体系是必要之举 能够当到不及高官 自然是主上有德 光中要主 但天道获引赘述 贪官贪财贪色往往是连带的 色字头上一把刀 你有多大的福报 嫁得住宵呢 看那不贪色的官 往往一生试图顺达 贪得色的 就是其他方面 住得在出色 也往往躲不过 身败名裂的结局 偶然有平安着陆的 看他晚年的身体 子孙的出席 一目了然 色是人生最大的官 过得去的 就是家庭美满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子孙显小 过不去的 就是灾祸 破败 疾病 表面上 可能意外事件的曝光 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 比如修电脑 离奇的车祸 被抹人出卖等等 其实不然 看看那些被情妇和妓女 耗光了福气的贪官们 得善终的比例 又有多少呢 他们的福气 消耗得非常厉害呀 这些都是自己的福报 被急剧消耗而出现的偶然中的必然 另外加一句 看黄片上色情网站 就是邪淫 同样会大折损人的福报 比如得不如意眷属 常被骗 穷苦不如意霉运等等 一个人福报 消尽 生命也就完了 世上有三件事 最损福报 一是不孝父母 二是伤身 三就是邪淫了 反之 一个人若广及赢得 就如易经云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里的余庆可不但指自己一生 而是指会及后世子孙 因此 司马光在家训中曾经说到 既经已遗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既书已遗子孙 子孙未必能读 不如既因得于冥冥之中 以为子孙长久之计 在历史上 一人习善记得 惠及子孙的例子 比比皆是 以孔子范中烟为例 他们的子孙后代 经历了多少朝代更替 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 为什么一般人大多 富不过三代呢 而范中烟和孔子的家族 竟然能够兴盛了八百年而不衰呢 因为一般人大多不懂得行善 而且五时五刻不再照恶念恶业 所以容易出败家子 一出了败家子 你再多的财富也完了 可是范中烟不同 他记得赢得太多了